骑着房车回辽宁老家 我现在距离老家还有180公里 今天是2024年的4月3号 天气预报说今天的北风四级 但是我估计阵风不得达到五六级啊 我预计今天骑到锦州市博园 也不知道能不能骑得到 距离我现在的位置是30公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终于爬上这个坡了 这里有卖早餐的 吃的早餐吗 这个早餐位置真好 我刚爬到山顶 然后就可以吃饭 这个小抓饼也能做吗 能做 那小抓饼就是饼切碎了 不是 不是那种抓的 不是那样 就是一个饼 就是油活的面 完了转个盘转个蛋 行 来一个 多少钱 一把块 来一个 喝这个可乐我想起个事 昨天晚上我渴了 我就开始喝可乐 喝了大半瓶 这一晚上我都没睡好 就睡两个小时就 就睡两个小时就 我说你爱事 都没开门 你又来找我的 那是不 我得吃秋月 走路早的 是 鞋 鞋 鞋 一吃鞋 头一天我都活进去 谢谢 谢谢 昨天我看你那山顶那边吃 买的东西 昨天我出门来的 嗯 我还说再来路 早前我从鞋鱼圈 咋没走 我没给你拿白酒 我现在让白酒 我干啥 别弄了 别喝了 走吧 哎 你这是许可原 许可原 老哥 一路平马上 谢谢 出了你一块 我越走越破目 谢谢 给我老妈带行 好好好 终于爬到山头了 连续爬了两个山头 嘿嘿嘿 开始下河爽一巴 刚刚给我送物质的这个 老哥 我俩落了会儿磕 他说 你要是想自驾游 还得整二手车 什么路都能开 不心疼 二手车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堪 也不是说 总爱慧 尤其是五菱车 太皮了 老哥帮我分析说 万一你整二年不赚钱 那个车也赔不上多少钱 你要弄个新的 要是不赚钱 你得赔多少钱呢 我想也是 回家先看看二手车 前面就是一个长下坡了 应该很长很长 我还得捏着刹车走 今天风好大呀 四五级风 昨天看这个路牌 我看评论区里有几个友谊 说我算错了 就像前面这个 景州60公里 盘景133公里 然后我就会用60加上133 等于193公里 让大家笑我了 这可能是 133公里中 包含景州60公里 剩下70公里就到盘景了 是这么算的哈 哈哈哈 好不容易遇见溜光大道 全是平路 骑不动 风太大了 哎呀 有坑的时候没坑 没坑的时候风还大 哈哈哈 推着吧 哎呀 好不容易遇到点平路 哎这大风 今天我就算走 我看能走多远 那风不能刮一天吧 我发现它这个海边风都大 等一会儿 到前面那个楼房的地方 风就小了 我现在距离景州市播园 我现在还有11公里 吃点东西在揉 风太大了 骑不动 我现在这个地方好像叫白沙湾 嗯 哦 下不去 只能站在这里看看海了 我以为 我以为 这风 中午12点还不停啊 现在都下午一点了 还没停 接下来的路 接下来的路 我只能 徒步了 徒步 在走11公里 我今天为什么非要到 锦州市博园呢 因为在走11公里 前边的路 两边都是那种铁板 没有岔路 而且两边都是养鱼的 只能到锦州市博园那里 路边可以休息 如果想穿过那个铁板路 还要走40公里到50公里 再加上我现在到市博园 11公里 那就得走五六十公里 我的体力不够了 今天先到市博园 明天穿过这个铁板路 下爬是多少钱一斤呢 下爬是多少钱一斤呢 下爬是小到25 大到50 他来哪一斤 我这能表现你一斤 他给我煮一下啊 那给我来一斤的小的吧 那这个时候 是活的不 八八活的 好好好 没有10的 30块钱你怎么办 20块钱就行 我就一个人 你那26处25 那些25的 那些25的 26处25 我买了点虾耙子兄弟们 嘿嘿 买了点虾耙子 要爬着下点面条 要爬着下点面条 好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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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这里是干啥用的呢 啥也不是啊 哈哈 休息的 休息的 休息的也不是啊 这门锁着呢 其实在这个路边休息就挺好 但是我还想往前再走一走 上一次我就是在这个路边 但不是这个路边 他得往前走一点 他得往前走一点 哎哟 哎哟 车子都扶不住 哎哟 哇 我看到这个荒片子 居然是荒片子里的 这是个干啥的地方啊 也看不出来 这个地方太软了 兄弟们看看 这天上有只鸟 它一直冲着我叽叽叽叽的叫 看是不是这附近有它的鸟窝啊 这么大一片我也不知道哪是你的鸟窝啊 这一个光片挺好 明天起床继续向灵海出发 我到灵海可能还有三十公里 明天就可以进入灵海 后天到盘井 大后天差不多能到家 兄弟们经过我的排查 我看见这个有车折印 你们猜猜这里进车能干啥 我这地下看见了一些东西 这个手指你们懂的 还有这个 第六杆 第六杆 第六杆是什么意思呢 哎呀 这大荒片子 适合玩浪漫是吧 其实 我要是顺着这边荒片子一直走 走那个红海滩可以到盘井 但是我不想走这个黄片子 那得带多少干粮 穿越这个一百多公里 是不是 还不如走国道呢 不好走就不好走 慢慢走呗 虽然坡多点什么什么 补给的地方也多 慢慢走吧 上一百多公里了 慢慢走吧 大家看看 这是今天虎鲁岛的一个老哥 是我的物资 饮料 火腿 铲肉 啤酒 干粮 还有半橙蛋 我看到有啤酒了 所以我在路上 自己又买了25块钱的虾耙子 有点小 25 25亿斤 但是添点水放点盐 喝点虾耙子汤吧 肉倒是不能有多少 太小了 今天有点破费了 我好像除了头一次吃海鲜 啥条件 这一天天 吃上海鲜了 不对 我上一次吃的海鲜是大虾 是在书城 乐乐送我的大虾 那个算海鲜 是不是兄弟们 然后这是我这七个多月 第二次吃海鲜吧 25块钱 有点破费了 今天顶峰骑行了33公里 整点小海鲜 喝点小啤酒 靠劳靠劳自己 如果要不是着急回家的话 顶峰我才不起 找个地方 就猫起来休息 这我都不敢开门 外边老大疯了 这里边刮的全是土 哎哟 这一点全是土 下爬着好了 我把下爬着和汤分开了 这个汤非常鲜 然后配上小啤酒 开蒸 先来一口汤 这汤老鲜亮的 我想用它下面条来的 后来想想这够吃了 然后就 就这么喝吧 哎呀我没放多少盐 我就喝去 我喜欢这个味道 太好了 我这也算是西餐了 这汤西吧 然后再配上 啤酒也算是西的吧 够不够西 兄弟们 这个也是西的 西餐 整个瞎爬着 我看看这小的 有没有肉 也可以 我得用我的剪刀 我现在先来 有没有肉 有没有肉 我把你容易换成小的 那么没有肉 没有肉 有没有肉 很不像肉 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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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没有肉,也可以有点肉 但是不多 虽然小味道是一样 今天奢侈了 不错不错 好 好